大家好,我是Teacher Rambo彩虹老师 今天又要来一边画画一边讲故事给你们听咯 在寒冷的北极圈里有一个神秘的圣诞村 里面住着鼎鼎大名的圣诞老公公 还有拥有魔法的小精灵们 每一年的11月份呢 圣诞老公公都会跟所有的小精灵一起吃丰盛的火鸡大餐 同时,小精灵们也会得到一本贴着不同小孩照片的小本子 这就是每一年最重要的任务了 感恩节这一天呢 圣诞老公公对着所有的小精灵说 未来的30天,照片里的小孩就是你的小主人 你们必须躲在小主人的房间里 偷偷的观察,不能被发现哦 每一天在小本子上打勾或画叉 小主人做一件好事就打一个勾勾 做一件坏事就画一个叉叉 30天之后,带着小本子回到圣诞村 依照勾勾跟叉叉的数量,帮小主人兑换应得的礼物 记得一定要回来哦 如果平安夜之前都没有回到圣诞村的话 那小主人就没有礼物了 说完之后呢 小精灵们纷纷地用魔法把自己变成小猩猩 飞到每个小主人的家里咯 这天晚上,在欧莉跟奥布里这对双胞胎架中 就有两颗星星降落到他们的房间 两个小精灵,第一眼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小主人 所以都在小本子里打上了第一个勾勾 接下来的几天,经过小精灵的观察 欧莉是一个乖巧善良的女孩 其实啊,偶尔会挑食 把讨厌的胡萝卜丢在地上 所以呢,小本子里很多的勾勾 只有一点点叉叉啦 小精灵看着小本子开心地说 吵架下去应该可以兑换到不错的圣诞礼物哦 而奥布里是一个充满好奇心 跟行动力的活泼小男孩 常常呢,把家里的东西拆得乱七八糟 每天充满活里的蹦蹦跳跳 拿着爸爸妈妈问一百个问题 有一天呢,奥布里在书架上幻想自己在爬山的时候 发现了正在偷看他的小精灵 疑惑着看着他说 嗯,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娃娃的呢 说完之后就抓着小精灵跑来跑去 啊,小精灵是不可以被人类触碰的 魔法会消失,没有魔法就没有办法回到 圣诞春完成任务了 小精灵变得难过又生气 于是呢,就趁着奥布里睡觉的时候 拿蜡笔画他的脸 把闹钟拆得乱七八糟 在偷吃冰箱里的所有食物 做了很多的坏事 到了每天早上啊 全家人都以为是奥布里的恶作剧 就这样呢 奥布里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坏孩子 只有奥布里笑着对大家说 是我的小小新朋友 想让你家里热到一点啦 三十天很快的结束 这天晚上 奥利的小精灵已经完成任务 再一次变成了小猩猩 剩下没有魔法的小精灵 留在奥布里的房间里 看着一颗一颗的小猩猩 都回到了圣诞春 小精灵难过的哭了起来 哭声虽然很小声 但是还是被奥布里发现咯 他慢慢的靠近小精灵 温柔的问 你怎么哭了呢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小精灵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小主人也有善良的一面 于是呢 就把魔法消失 还有他恶作剧的事 全部都说了出来 他们两个互相道歉 最后啊 小精灵被奥布里安慰着睡着了 隔天 奥布里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圣诞老公公 请求他让小精灵再次拥有魔法 回到圣诞村完成任务 并且呢 把三十天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写在信里面 还好赶在平安夜之前 圣诞老公公收到了奥布里的信 他很感动 然后恢复了小精灵的魔法 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给奥布里哟 最后呢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的优点都可以被欣赏 并且呢 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听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哟 拜拜